年紀輕輕她就想說 新竹對她來講沒什麼發展 她要到台北去 我是當媽媽的 我就跟她講說 台北也沒親戚朋友 妳去那邊怎麼辦 她說沒關係 我先找Seven打工或幹嘛的 那她毅然決定她就去了 這樣子 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事情 就是 我那時候剛開始出道的時候 是做平面模特兒 剛開始拍照的時候 我問媽媽 我說媽媽我就做個好媽 然後我媽就瞄了我眼說不好 我們會擔心 可是她自己不會擔心 她就說 妳在搞什麼 我不是跟妳說了妳要做會計嗎 因為我媽最喜歡我做會計了 誰想承認這樣子 我也想當個大小姐 被人家尊重被人家等了 可是就是沒有那個命嘛 十八歲高中畢業 並不是一人來到台北 巧恩就像她在千金百分百中 扮演的女主角梁小鳳一樣 總是將活潑開朗最陽光的一面 展現在外 自己 則默默承受 只身闖蕩的心酸和淚水 我家裡其實對她了解不多 她一個人在台北很受苦的時候 她沒讓我們知道 她就報喜不報憂 因為我小時候沒有跟妳說過 妳要我現在怎麼去跟妳說這些東西 我不會說 我從小到大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跟妳說 陳媽媽的胡媽式教育 讓巧恩從來都不敢跟媽媽 說母女見的悄悄話 直到這次進入旋風巷子 兩人才嘗試著 開啟之前從未聊過的話題 身體累累 她好小喔 她好年輕喔 妳幾歲啊 二十二 二十二歲就要出來工作 怎麼二十二歲不好好念書呢 出來工作什麼呀 不過我二十二歲也在工作了 我也不念書 妳很缺錢是吧 我很缺錢 怎麼那麼缺錢 二十二歲 不是啊 因為小時候就會渴望長大你知道嗎 對 當然 很想要快點出來工作 如今已然成名的巧恩 對於這段台北打拼史毫不避諱 常常自得一說好黑 把自己的辛酸史曬得不亦樂乎